简单讲也是这样子啦 再没有办法再亏下去了 一开门影厅里头黑压压 一片空荡荡的都没有人 从疫情爆发一直到现在 也已经亏了好几年了 语气中透露着无奈 超过30年历史的统一戏院 是高雄岡山区唯一一间戏院 就是因为疫情延烧 人流少了 前朝自然来不了 受不了长期亏损 公告9月25是最后营业日 确定拉下铁门结束营业 他因为现在的环境大改变 他就没办法就慢慢慢慢下 算是大家的回忆 民众直呼好可惜 就是因为统一戏院 曾经可以只花200元 一次看两部首轮电影 还被当地学生戏称是 全台最便宜的首轮电影院 蛮便宜的 都可以重复看 之前可以重复看两次 就出新的他就会马上上 新的影城 都上来了嘛 我们旧的东西当然 生存的空间就有限了 现在可以说是放一场就赔一场 过去这段时间短短三年内 高雄地区已经由奥斯卡 石城与梦时代喜满客 结束营业 如今岗山人的老回忆 也要走入历史 华语新闻林维凯 秋子凌高雄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